最近有香港媒体披露 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刘云山 能够从劣迹斑斑的宣传部部长 晋升为18大常委大位 与前党回江泽民的大力运作有关 两人之间还达成了一个两不要的秘密协议 而且时至今日 刘云山仍然屡有搅局习近平之举 据香港《争鸣》杂志2015年1月号报道 刘云山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匹黑马 进入18大常委 全靠江泽民的大力提拔 但江泽民提拔刘云山是有附带条件的 江泽民明确要求刘云山两个不要 就是不要报道党内任何不一致的观点 及所谓的噪音 也不要报道任何社会上的负面现象 争鸣报道说 这句话其实早在美国投资家库恩 撰写的《江泽民传记》里面就有记载 据了解 美国人库恩是刘云山引荐给江泽民的 此前有海外媒体指出 库恩撰写的那本吹捧江泽民的英文传记 正是刘云山努力的成果 争鸣还说 2002年10月 中共十六大即将举行 江泽民在会议进行前半个月 勒令由邓小平家族背景的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去位 让时任常务副部长兼中央文明委下设办公室主任的刘云山接任 刘云山从此投入了江泽民的怀抱 而在习近平尚未正式接班之时 习近平也不敢在十八大举行前 清点中宣部部长 圈子文化再次在宣传系统权力传递中 发挥了看不见的作用 报道引述港媒消息指出 在十八大中央委员选举中 习近平得票最高 全票当选 李克强比习少一票 掌管意识形态的刘云山 得票数在七名常委中最低 连未能入场的汪洋也比他多 这证明中共党内选举 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把戏 证明一月号还披露 来自中纪委方面的消息称 在违反中共党内保密纪律方面 刘云山已被记录在案 习近平十八大后废除了重大事项 向退休常委通报的惯例 并列为纪律要求各常委遵循 但刘云山仍以加成身份 通过不正当途径向江泽民通报 并先后向苏荣 徐才厚 周永康等 私下传递了调查程序里 所涉及的重点问题 江泽的这个产材 这个事情 不然比较好 报道透露 习近平去年一月 在中纪委三中全会上 曾痛斥圈子文化 更称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 这个讲话被党内人士 称为习近平骂衔接 与习近平核心智囊班子 有密切关系的北京消息人士 爆料称 原本习近平是想让骂衔接 在去年初就公开 但刘云山借口江泽民 两个不要的头一条 豁出位子 死命抵制习近平 报道点名 习近平的加成论 就是在敲打刘云山 向其主子江泽民 透露重要讯息 在这两个历史暗中呢 现在实际在发令 不过是留伯克特以前的党羽 像赵本山现在大陆媒体 在封杀他围剿他 我觉得从1月3号 将登东山里 到现在的一个人像事件 说明他们已经到了一个白料化 至于下一步系统 会有大的动作 甚至不停放松 是不是 2015年会有 比周更大和老虎弄化 比周更大的那肯定是现任的常委 或者说是真的 真的被接着 据了解 截止到去年12月31号 包括新华社 人民日报社和中共文化部在内的 三大喉舌机构掌门人 已经全部被更换 不过习近平在1月13号的 中纪委第18届五中全会上直言 反腐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 时事评论员邢天行指出 这次讲话和之前的反腐 上部封顶讲话都表明了 习近平已经把矛头直接指向江泽民 新华社 寻找 新华社 大喉舌机构